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人很喜欢吹牛逼 事情还没有开始做,就一副信心百倍,手道勤来的样子 30年过去了,自己也加入了吹牛逼的行列 那么我为什么从一个鼓励低调泪敛的国度出来 却最后选择了大声的说话呢? 首先,我可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这个社会允许任何人说任何话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不会论知排辈 只要你做出来的东西,有道理,他们都会接受 比方我去年在打高尔夫过程中发明的功夫熊猫灰干法 第一个见到我这样灰干的是一个美国人 他就鼓励我说,go for it 这个环境让我可以选择我想做的事情 而不会受到盘敲侧击的劝解 而所谓吹牛逼,只不过是把自己与别人不同的看法 和追求的目标说出来而已 当然,如果想要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 就需要有愿意听你分享的人或人群 由于我打球是属于独行侠 和谁偏到一起就和谁打 在美国这个环境中 和我打球的每一个白人或者墨西哥艺人 都愿意听我分享 这过程会把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行为 通过分享完善起来 而那些愿意听我分享的人 也可以从我的讲述中有所收获 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个 有50年求您经验的朋友 由于他乐意听我吹牛逼 并且每次都抱以忍俊不已的大笑 更刺激了我和他分享的本能 因此他是我迅速进步的动力 所以重点来了 表达不一样的观念和自己的远大目标 简称吹牛逼 我们经验之中 牛逼吹得最大的就是伊隆马斯克 牛逼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够成功 但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允许吹牛逼的环境 就可能出现一个或者数个马斯克 如果你有理想就大声说出来 如果你听到别人吹牛逼 不要去打压他 做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好听众 感谢观看 接着 demás 感谢观看